大家好,我是马德宗,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都能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 Hello everyone,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我是主播卡卡 我已经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三年之久,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 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足球赛事,篮球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 大家记得点订阅哦 欧洲杯小组赛,欧洲杯盘口,欧洲杯冠军,欧洲杯赛城,在国家紧急状态之后 巴萨在6月20日第一次召开了会员大会 这次大会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近一年半时间 而在这些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太多事 上次大会新历的太子卢索逼宫未果和五名董事一起辞职 几个月后在巴萨门和梅西离队事件中越陷越深的巴托梅乌选择在弹劾投票前辞职 这次会员大会既是对巴托梅乌时代的一种总结 也是拉波尔塔新时代的开启 巴萨是一个被会员拥有的俱乐部 而会员大会是巴萨最高的行政主体 行使着包括审议预算审核董事会提高的提案等作用 还有权利在提问环节公开提出问题 本届会员大会由4457位符合条件的会员组成 而768位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共计11项议题中 最为重要的无疑三方面的内容 及前任董事会在经济方面的数值 关于再融资的具体解释 以及拉波尔塔关于欧超联赛的陈述 2020-21赛季亏损2.46亿 在拉波尔塔制完开幕辞职之后 首先上台的是巴托梅乌董事会的经济副主席莫伊神 他此前担任分管巴萨空间项目的副主席 而在去年6名董事辞职之后 他担任经济副主席 莫伊神首先为2019-20财年做出解释 他承认了管理的失责 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好结果 没什么好骄傲的 我们根据情况重新调整了薪水 节省了约7000万欧元 这够吗? 不! 我们可以做的更多 我们并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 这是内战之后经济最脆弱的时候 疫情减少了超过2亿的收入 我们却仅仅减少了6000-7000万欧元的支出 我们想让钱留在厂上而不是银行里 但是没有考虑到疫情的影响 疫情造成了1-1.2亿欧元的影响 也是目前情况的主因 我们做对了所有事情吗? 不!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预想好俱乐部的更新换代 在数年中我们没有关照好轻讯 尽管这样的情况随着里基安苏和阿劳霍有所变化 但是同时 莫伊神也提到了自己认为的一些功绩 包括促进转播权的公平分配 在电子世界的出色表现 以及巴萨公司和巴萨空间 两个项目 与此同时 他还提到了巴萨被福布斯杂志 被评选为最有价值的足球俱乐部 随后是对2020-21财年预算的批准 莫伊神解释了2020年10月26日版的预算 那份预算中预计收入8.28亿欧元 支出7.96亿欧元 最终的净收入是100万欧元 然而这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 例如该份预算中 假设2月的上座率能够来到25% 5月的上座率可以来到50% 但事实上整个赛季 诺坎普的上座率都是0 同样在拉波尔塔的支持下 这一预算顺利通过 巴萨的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得到今年晚些时候才能得到答案 在下一次会员大会上 拉波尔塔的董事会将会公布本财年的结算 但是显然这个数字不会好看 根据经济副主席罗梅乌 在本次会议上展示的图表 本赛季的亏损将达到2.46亿欧元 在先锋报此前的采访中 拉波尔塔城工资和摊销的费用 就高达6.5亿欧元 这已经超过了俱乐部的一整年的收入 负债10.44亿 在借5.25亿救急 此后大会顺利通过了四名新加入的董事 包括对新任经济副主席罗梅乌 和经济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下一项议题则是对5.25亿再融资的批准 经济副主席罗梅乌 首先对一些问题做出澄清 他指出经济方面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针对前任董事会 他表示对于财政 体育等领域的禁止调查 已经在进行中 并且表示将会对体育方面的工资 建立控制审计机制 随后罗梅乌介绍了 俱乐部当前的负债情况 金融负债从2018年6月的1.59亿欧元 增长到了2021年3月的6.73亿 其中球员买卖增加了3.47亿 巴萨空间项目增加了1亿 其他投资增加了4500万 罗梅乌称当前的总债务为10.44亿欧元 可能还会更高 其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严富的体育工资和上赛季会员缴纳的3800万计票费用 这些收入被记作欠计票持有者的钱 由此罗梅乌介绍了5.25亿欧元的再融资计划 这笔资金将由一家或多家机构通过高盛提供 目标是在今年8月正式签署 首先 其中的8000万欧元将会用于偿还过桥贷款 这笔贷款由高成在6月支付给俱乐部 以应对接下来三个月俱乐部需要支付的款项 在6月30日 俱乐部需要支付7500万球员转会费用 2400万的税费和5700万的体育工资 高盛提供的贷款将会帮助俱乐部应付这些支出 另外 2亿欧元将会帮助俱乐部进行优先债的重组 避免俱乐部被债务绑住手脚 剩下的钱则会充当俱乐部必要的流动资金 以方便制定战略计划和在接下来两年保持竞争力 这笔贷款的期限为15年 利率原则上为3% 分为两部分 在最初两年巴萨仅需支付利息 也就是每年约1500万欧元 而第三年起巴萨每年需要支付5000万欧元 罗梅乌对提前还债很有信心 我们再以10年的假设来工作 而欧超联赛和球员销售的收入将会是额外的 巴萨的经济需要多少年才能够恢复 罗梅乌展示的图表中显示 本赛季的亏损将达到2.46亿欧元 而下个赛季 在支出小幅下降的情况下 收入将从6.21亿增长到7.71亿 根据RVC1电台的报道 俱乐部相信需要三年来重新达到健康的经济水平 也就是负债在5-6亿欧元 至于选择高盛的原因 拉波尔塔解释说 有机构提出过更好的条件 但因为高盛的声誉很好 俱乐部最终选择了高盛 另外董事会承认 有必要的话 贷款可用于和球员解约 而贷款的抵押 是俱乐部未来数年的转播权 罗梅乌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发言 而这项提案也最终得到了认可 巴萨为什么要参加欧超联赛 在听取会员受托人的报告之后 拉波尔塔发表关于欧超联赛的讲话 拉波尔塔指责欧足联不但威逼 并且拒绝对话 我们捍卫巴萨的利益 然而一些官员打破了我们的幻想 欧足联不接受对话 尽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我们依旧在尝试 我们有着超过122年的历史 我们的想法必须被尊重 我们仅仅是考虑或是组织一个比赛 无需未想在足球世界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道歉 如果根据法律我们是清白的话 我们也不会支付罚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